大家骂杨贵妃 骂唐玄东没正事 可不是吗 白居长生哥里写 春宵苦短日高起 孔子君王不倒着 天天陪着杨贵妃 又是天哥哥密解人的 然后在戏园里还唱戏 唐玄东腐败政治 要对杨士芝麻夫直接接任 马威之变 在一定程度上 实际上是对玄东 和其腐败政治的一个清算 那么这个溃王过程 出现了一个千古之谜 马威坡 杨贵妃吊死 他到底死了没有 这咱得给大伙好好说说 这个当初安史之乱的 第二年 叛军杀入长安 没办法唐玄东 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 咱赶紧的进四川入蜀避淡 这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四川 到了陕西马威坡这地方的时候 军事开始滑变 为啥 太子李亨在背后指使 主大 夫人 岂不可时时不再来呀 这倒是 其实啊 就是折腾出一场兵兵 我看 可以让进中事吧 这事若是真成了 进入朝亲的事情 那全是由太子爷说的 大家这边要是闹起来 那我呀 这可不是闹什么人的 是闹兵兵 你看 这种程度怨谁呀 怎么有的暗时之乱呢 就是当朝坚定太多 什么人是坚定 杨国忠 这些人 所以就这么把杨国忠 眼脸儿给杀死了 当时起头的是进军将领 陈玄理 陈玄理说光杀杨国忠不行啊 他怎么得宠的 弟兄姊妹 劫烈土 可怜光彩 那是跟杨国忠有关系 不把这根儿挖进来 回过头唐玄宗求空算账 咱全得死 弟兄们 这个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死了 我看他妹子 那个红颜祸水还在 他要是不死 咱们兄弟就得个个下游祸 所以兵建唐玄宗 你赶紧把你非子杨国忠过出子 否则的话 这些兵是不用带你 随时有兵变可能 所以这时候唐玄宗被逼无奈 让高丽氏带杨国忠到佛堂里面 三尺白灵上吊 杨国佩设 今生我未生 我生今晚 但愿有来世 日日与今好 如果不把杨国飞处理掉 北华内那个抽烟 那心里起来之后 他自己确实性命难保 那高丽氏呢 确实那么多年 真是把唐玄宗都摸透了 所以最后这么说了 那唐玄宗是没有办法 舍不得 那也得杀 不杀 那话 这个军队的群情是 清晰不下来的 所以史书上记载了 拉到火墙去 勒死之后 然后呢 把尸体拿给陈元璃他们看了 看了之后就说 他贵妃已经死了 所以呢 上乎万岁 就说这样呢 大家就认为呢 让这个杨家 整个抽烟 这个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满足 这个呢 咱们看白剧长城阁里头 也同样写了 六军不发 无奈何 婉转峨眉 马前死 巨王掩面救不得 唐玄宗也难受啊 我大爷非呀 就这么死了 这时候历史留些千古谜团 有人说这杨贵妃没死 为什么呢 说有人呢 隔了一年了嘛 杨贵妃站着了 唐玄宗这个天下太平了 按时乱过去了 要把杨贵妃迁回去下当 但打开当地的 葬杨贵妃那个官坟 打开看呢 发现呢 旧堂书里写 鸡腐乙坏相当有存 就是都烂了 但是谁是带着香囊还在 但是新堂书里 把鸡腐乙坏吃掉了 就留四五个的 香囊有存 有人说 怎么这么重要事不记载 说这里头就剩香囊 人都不在 你看这写的跟五条老多似 有人根据这个 说杨贵妃没死 说杨贵妃哪去了 说有可能啊 他身边侍女替他吊死了 他本人跑了 说跑哪跑日本去了 这个曾经在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 这说法崩行一时 日本有些个作家 像景商镜之旅 还写了不少 关于杨贵妃 流落到日本的事 杨贵妃流落到日本山口县了 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 山口百汇站出来了 我杨贵妃我们祖宗 我杨贵妃后人 说为什么会有 他流传日本这个说法 再想想 这也不大可能 你说日本当时多老远 尽管有潜唐使 说唐朝互相往来 他跑那么老远 他中国那么大 何处穷乡地长没有 躲起来有什么谈 为什么陪他往日本跑 还有无极致谈 是领到美洲去了 杨贵妃是最早到美洲的中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这都怨白鸡写这长恨歌 长恨歌里头 写这段 收尾的时候来了一句 马为泼下泥中土 不见欲言空死住 就这土里头 没有杨贵妃 他没买到这块 有人就猜 这估计他没死 唐明皇没办法把 要高律师把贵妃给引过来 引过来以后跟他说了一段话 其实这个话在正史上也不多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保不住你 没办法 愿你往生善戒 那么这个有人怀疑 就是唐明皇给那个 因为高律师在堂 高律师后来是行刑的人 是去勒死杨贵妃的人 就说这个话是有暗语的 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他这个 我还是给他留个后路的 愿你往生善戒 还有人说长恨歌 长恨歌 真是长恨 写到马为泼 说杨贵妃死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后边多出那么些呢 那什么在天愿为比一鸟 在地愿为廉直 看来他没死 说没死哪儿去了 你看人家这个白军一写了 这个什么 上层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斜不见 完了 呼闻海上有仙山 山寨虚无飘秒间 楼葛玲珑 五云起 其中绰越多仙子 终有一人自泰真 雪不花茂 曾子世 这到处都找不着 杨贵妃哪儿去了 往东一看 茫茫大海当中 海上有仙山 山寨虚无飘秒间 中间有个仙子一样的人物 雪不花茂 你看 自泰真 泰真是杨贵妃 出家当女道士时候的事 他在那儿 比如说海上有仙山 还往东 海外仙山 蓬来方丈迎周 自古以来管这什么 认为东渡扶桑的日本 这就是海外仙山 所以说杨贵妃是日本的 那么说杨贵妃 是不是像白军一写这样的 马为泼下泥中土 不见欲言空此处 白军一一首长恨歌 为何让后人 对杨贵妃之死猜想不断 一边是安世之乱 救国当先 一边是冲冠一怒 只为红颜 唐玄宗身边太监高丽氏 寿亡离貌 这些最有可能救出杨贵妃的人 在江山与美人之间 又将如何抉择 老梁观世界 一记红尘 非子孝 稍后播出 正在为您播放时 老梁观世界 一句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 一条一末千年的荔枝古道 究竟远且何处 八百里加急的川山大道 又为何上演了一幕幕 一传荔枝的闹剧 一日色变 两日而相变 三日而未变 无人用什么奇特办法 为荔枝宝仙 她是古时的四大美女之一 也是唐玄宗王国的红颜祸属 她是众国文人默克笔下的仙女 一代爵士家人 香肖玉蕴的传奇故事 真假虚实 你又知道多少 本期老梁观世界 听老梁为您唯唯道来 一记红尘非子孝 背后的故事 那么说这杨贵妃 是不是像白金一写这样的 他有他的想象力 有他的虚构成分 其实你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 那个时候将士兵变 要求处死杨贵妃 能救杨贵妃的就那么几个人 一个是杨贵妃侄子杨璇 当时出任的红颅清 干嘛就外交部部长 他有这能力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 他得先保唐玄宗 如果这将士一划片 说杨贵妃假如假死 又被查出来的话 这些将士不管他了 有可能直接动刀动枪的 就喷唐玉蕴去了 因为这兵变本身 他也不是针对杨贵妃的 而是对着皇上不满 你用这些人什么玩意 你必须把他们都杀了罢免了 要不然我就宰你 所以这时候 杨贵妃的侄子 作为当朝的一品大员 不能这么鲁莽形式 他不敢救 再有一个高律士 高律士当初呢 给杨贵妃出主意 你当女道士 回头呢 唐玄宗再把你取回宫里面 比如说高律士跟他关于不错 高律士是皇上奴才 哪能轻易敢干这个事 他也得极力维护唐玄宗 再一个可能救他的呢 就是当时在皇帝 和这些将士之间 进行调停的 有着军事大权的 这个授王李茂 李茂是唐玄宗的儿子 这个李茂说起来不是外人 是杨贵妃前夫 有人说这授王李茂 这时候作为杨玉环前夫 是不是念旧情旧的呢 其实这也没有可能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刚才我说的 这个时候这种病变 规模很大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酿成 兵士倒戈向下 把唐玄宗弄死 当时禁军头领陈玄宗 领着大伙干的事 这本身就掉脑袋的事 如果这又不是斩草出根 都挖进了的话 那后患无穷 非得这时候逼着唐玄宗 召告天下 所以这个时候双方是 箭在闲事上不得不忘 将到这儿 如果你唐玄宗 不把杨贵妃真处死了 那当兵呢 陈玄礼这些人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倒壶 撒不了油 我只能把你弄死 以绝后患 所以这时候唐玄宗 和他手底人 绝不敢在这时候冒风险 救杨贵妃 把这些当兵的得罪 因为这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所谓爱江山爱美人 历来都有定论 康熙王朝里那句话 说得很好 说顺治呢 为了这个自己的妃子 是爱美人不爱江山 出家为僧 最后这个孝庄皇后呢 问自己孙子玄宴 将来的康熙 说你是爱江山还是爱美人 康熙说我爱江山 孝庄太后说太对了 有了江山还求美美人吗 你看这是自古以来 唯君之道全谋之术 所以唐玄宗在这时候 他首先是个皇帝 你看他这 贤哥哥密姐 这都情种了 我多爱杨贵妃 那都假的 所以杨贵妃在历史上 必死在马卫婆无疑 然后换得江山的安稳 这奶皇都会算账 所以由此可见 杨贵妃必死无疑 后人编短这些传说 无非是杨贵妃四大美人 不希望这么漂亮一个人 相消欲远 希望他才能活下来 在以后很多文学家 他要死了就没意思了 他活下来才能编故事 所以从文学创作来讲 他希望这事越花花越好 所以今天咱给大伙说 一时一须 须杨贵妃没死 这是须 时 荔枝确实是从四川重庆用下来 不是岭南的荔枝